平常生活當中較難接觸到的考古文化 透過傳觀設計 動手體驗 不僅是小孩 連大人也都沉浸在 考古解謎的樂趣當中 就很棒 可以一邊傳觀 然後換禮物 還可以認識一些新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體驗很特別 因為可以知道 就是以前的人留下來的文士 考古平常生活中很少 會有機會做到這樣子的事 2018新北考古生活節28號 在十三行服務館登場 今年的活動攤位 是舉辦期間以來最多的一年 一共有120個攤位 考古生活節最重要的 除了展現台灣的文化遺址 另外就是結合全國12所大專校院 去展現台灣島上的歷史文化 與在地特色 有12所學校有120個攤位 讓大家把我們對於很多傳統的 歷史的還有我們地方特色的展現出來 以裝飾藝術與考古為主題的生活節 也展出原住民族傳統服飾 泰雅族織布公益 另外也有來自日本 韓國 土耳其 和墨西哥等國家的裝飾藝術 原視新聞仍是比亞新北 巴黎採訪報導